汐止长江街每天进出的人车不少 所以也是里内环境维护的重点 这一天可以看到十多位穿着反光背心 分工做打扫还有架梯子清理后车艇的工作 而他们就是社会劳动人 市里定捷署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和汐止的江北里 合办了道路安全直善苗的专案 重点就在整理道路环境 今天非常感谢市里定捷署 那张主任跟卓里员他们带了一些社会劳业的同学 来我们社区做服务打扫 非常感谢 那他整理的市马大楼这里的公车站牌 还有凹凸庆 里面很好的都叫我们来到三天 大家做运动的 他们是感谢那些弟弟们 哥哥的娘都谢谢感谢 这次活动是市林地检署带着十几位的社会劳动人下乡 协同江北里的职工一起 而职工们直说轻松了一点 很感谢社会劳动人来帮忙 包括擦拭位于道路或是巷弄转弯处的反光镜 避免镜面脏污集灰尘看不清楚影响交通安全 并且也清理了道路旁脏乱的树木还有杂物 还有就是长江街的路源时也协同重新上了红色的油漆 至于后车亭也刷洗干净 提供用路人安全的道路还有后车环境 也同时帮我们擦了一段的油漆 打扫了这边转角的社区的环境 那我们这一段环境非常的清洁 也非常的谢谢他们 那一大早就来了非常辛苦 那也很感谢他们 那也感谢志工一大早也来帮忙 帮我们看那个前后关照一些这些同学 这样真的谢谢他们 市林地检署妥善运用社会劳动人力 协助地方居民进行环境整理 也为社区创造更干净安全的道路环境 当天也不忘宣导反会选 而江北里透过这十几位社会劳动人的协助 也让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杰宸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